有时想放空一趟 转个身背对着窗 不接触别人的肩膀 自己帮自己成长 暴风雨一场 我看到了阳光和那坚强 的模样 人生的路上 隐藏那份倔强 是爱为我插上翅膀 你光飞翔会更有力量 我知道我要去的方向 只要放下心中的脆弱和悲伤 就能痛快地大声歌唱 你光飞翔会燃热闪亮 我知道幸福就在路上 只要带上全部的执着和坚强 就能无限地接近谋涨 你光飞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有个医生 别动 别动 刘医生 发生什么事啊 我是医生 果然是你啊 你怎么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没事吧 流避险了 张医生 这里后台别着乱 你带她去贵宾间吧 那里比较安静 小心 小心 继续工作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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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一点 没事 应该没有在留了吧 我一听到后台出事 我就知道是你 你不出点事 是怕对不起你冒失伪这个名字吗 我有错吗 我是去帮忙的 为什么别人做好事 都是皆大欢喜 到你这里就 变成这样了 我也不想这样啊 谁叫你爱承强 以为自己是谁 女超人啊 结果呢 碰上了鼻子 还不是要麻烦到别人 我又没让你帮忙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拜托你下次可不可以 不要再把自己的伤了 小心一点吧 喂 你好 对 我是去拿洗贴的 我这边还有点没有忙完 可能要晚一点 十点半之前 好好 我一定尽快 谢谢你 你要去拿洗贴啊 你们 你们家有人要结婚吗 我大哥 你大哥 上次那个 兄弟兄弟兄弟那个 他也可以结婚呢 不是那个 是另外一个 张医生 我告诉你 你可以说我 可以笑话我 但是我绝对不允许你 这么说我的家人 外面应该差不多结束了 副总 应该正到处找你了 可风 可风 你在吗 那我先出去了 那我先出去了 你看到吗 今天全国的媒体都在 然后你知道我刚才看到谁了吗 我刚才看到了马祖 他跟我说 我们这个秀是他见过的 最棒最棒的秀 所以明天保障的头版 肯定是我们 可风 今天我们那么成功 那我们要不要去吃个大餐 庆祝庆祝 我忽然想起来我医院还有事 那个 我就在前面我口把你放下 你自己打车回去好不好 什么 你明明说你今天全天都有空的呀 就突然有事吗 你不去不行啊 真的没办法 好 你自己打车啊 随便 随便 你自己小心点啊 你自己小心点啊 我们那听说你跟谁庆祝 我们的家庆祝 要休息吧 真是好吃 这应该很费功夫吧 这事还有点麻烦 不过是我 是我妈帮我一块儿做的 你妈妈的手艺很好 应该是个很开朗的 才教出你这么活泼可爱的 我妈平常对我 其实还挺严厉的 不过我确实跟她 学了很多东西 你如果爱吃的话 下次我再做给你 这怎么好意思啊 这样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算占了副总的关了 其实 这是我 没关系的 这妈妈疼你玩 天经地义的 你家里一定也很疼你吧 家里虽然条件不愿很好 但是奶奶还去上海了 那你爸爸妈妈呢 我爸爸在我们的出生前 就去世了 我妈 老生叫我不久 去世了 我们家里连我妈一张照片都没有 所以到现在 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呢 我怎么从来没有 听你说起过你先生呢 她好吗 小琪跟我一样 我们出生 还有我的妈吧 对不起 没事的 她的家人都对我很好 拿我当自己家人一样 一起吃一起住 你对自己已经很幸运了 所以啊 我才不想给她们增加负担 再赶紧地自食其力 珍珠 你太不容易了 很多人 都有自己的命啊 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 我有小琪 有奶奶 还有我的一大家子人 就每天快来地生活在一起 我已经很满足了 好 太太 太太吃饭了 你在哪个房间 吃饭 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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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我太太 太太 来人哪 来人哪 太太 太太 你怎么了 太太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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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太太 你没事 妈 打电话 妈给你妈妈打电话 打电话去 太太 太太 你醒醒 你别吓我 太太 好人不会有事的 你坚持啊 你快醒一醒 太太 来 来 来 珍珠 你不是都走了吗 你不是都走了吗 你这些放哪儿了 你别乱动了 自己来又自己来 你们公司只有你一个员工吗 为什么总是你在收拾残局呢 我的任务就是收拾这些小东西 我要一个不少地把它带回去 你一个人要收拾到什么时候 我很快乐 如果你为了赶时间乱收拾一刻 这是负责任的做事态度吗 而且到最后还不需要麻烦到你自己 这你就放心吧 就算赶时间 我也会收拾得清清楚楚的 那洗铁店的老板会等你很久吗 如果没有拿到洗铁 耽误到你哥的幸福那怎么办 你赔得起吗 你赔得起吗 还愣着干吗 这挂哪里啊 挂那边就好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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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血统 今天多亏你及时发现 这血练在平坡物室的 谢谢你啊 好 应该的 刚刚这儿 打过那么多时间 只能我和少女就可以了 还能回家吗 我们走 好 你说我妈也真是 洗衣服用那么大力干吗 这扣子掉我都不知道 奶奶 你看 给你缝好了 怎么样 放在我 奶奶 怎么了 最近老是心不在焉的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珍娜 珍娜 快帮我淘米去 我刚帮奶奶缝了衣服 说试一下就去啊 我看看 你帮奶奶缝的 是啊 可以啊 行了 你快去吧 妈 你别说啊 你看 真的啊 这扣子缝得挺好的 多整齐啊 现在孩子大了 我们该享福了 是不是 妈 我说孩子大了 我们就该享福了 妈 妈 我给你打听个事呗 不过您别发火啊 您说 珍珠她妈 是不是没死啊 你问这要干什么 没干什么 我就是想 如果珍珠妈没死的话 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 她有没有嫁人 你替那个死女人干什么呀 你替那个死女人干什么呀 什么她过得好不好 什么她改嫁 她丢下自己的孩子 就过自己的好日子 跟死的有什么两样 我跟你说 她死了 死绝了 你以后再给我提这个事 我就给她妈管我 别 那要花钱买的 别 那要花钱买的 你以后再给我提这个事 你以后再给我提这个事 妈 怎么了 又惹奶奶生气了 妈 怎么了 又惹奶奶生气了 我哪敢惹她了 人叫我躲还来不及呢 跟你说最近你也别惹她了 你奶奶更年轻 奶奶 还更呢 真气得乖了 真气得乖了 二十年都没消息 怎么就会在医院的厄生 肯定会遇到倒霉的事 你 没关系 什么事 好 喂 妈 给我留饭呢 我现在就回来 什么 珍珠也没回来 好 我知道了 我尽快了 谢谢你啊 赵医生 不用麻烦你 没事 对了 我看你的手好像更严重了 是不是都没有参药了 我每天在家洗洗涮涮的 在公司也有很多事要忙 没那么容易好 不过你放心 我会注意的 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我们得赶紧 要不我怕关门了 好 上车吧 赵医生 我家人来接我了 你就不用送我了 谢谢啊 好吧 那你小心点 好 那个张一生是来看秀的 他知道我赶时间 要去娶大哥的喜帖 所以就印你在卫城 我相信你自己 说过的话应该记得吧 你说过你不会离开这个家 高尔安 你误会了 我说过的话 我当然都记得 这是对志伟的承诺 那句话 走吧 帝国家 这人家 哥还有人有空的吗 那个 我把这个贴上了 好好好 看仔细点啊 壁画别写错了 不忘 来 喝点 婚礼有点急 远到的客人 真来不了了 是啊 客人不多 婚礼又这么简单 杉杉会不会不开心啊 怎么会呢 妈 你们男人不懂 这结婚 女人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唯一的一次大事 当然比什么都重要了 妈 您放心吧 我都跟珊珊商量好了 她爸妈也都同意 结婚没有必要扩张浪费 只要重要的人 给我们祝福就好 那就好 是 是 光耀 那我们去买点礼物 过几天去拜访一下亲家 好的 好的 那我跟你商量一下 小琪 来 别烦你妈妈了 跟奶奶走 我们去商量一下 听奶奶话啊 仔细点 千万别写错啊 放心 爸爸 就你这么多了吧 大哥 你写那边吧 好 郑重 你戴手套干吗 我手太操了 爸爸今天花坏了 你这什么猪蹄啊 能把纸给刮过 都略是这样了 怎么弄的 没事 我常干活肯定都会这样啊 再说了 我成年缝缝缝补补的 很正常 我已经擦过药了 我已经擦过药了 真没事 你这叫擦过药啊 骗谁啊 你还不敢过血 来不及了你 不不不不 事情好 忙啊 这你吃吧 不不 这个如果你是富家公子啊 你的女朋友呢 是家境贫情的茶花女 你还会爱她 标准答案是会 为什么 因为那都是小说啊 纸织就浪漫了 你说哥在县制社会里 像我这么前途无量的一生 他怎么可能喜欢一个贫寒的茶花女们呢 他说我是很爱 都不可能啊 当然 这身份悬殊的两个人 在一起 太辛苦了 这门当户队吧 那虽说是陈术婚女 我们都很难跨越的 那万一 真的很想见对方的女朋友 听到没有 是跟你爸呢 那就做朋友吧 这么喜欢怎么做朋友 这个心理决定就可以了 你看那个徐志摩那么爱离婚姻 可离婚姻 最后不还是嫁给梁思成 这两个人就这么维持着朋友关系 这虽说有很深很深的遗憾 可这日子还是得过呀 我觉得吧 这日子是得过下去 可是徐志摩一直放不掉那回音啊 非要坐飞机跑到北京听什么演讲啊 结果呢 这晚上中小喵了 这倒是啊 那太太尼高也是 身份不同的两个人在一起 没什么好压着 你看 你看 你得死了吗 你什么断送起来 什么门当虎队 哪能都陈词乱的 你们脑子那么保守 怎么接受新的知识啊 怎么跟世界保持同步 又怎么掌控我们医学的动向 不是 师兄 我们是在说感情 怎么突然又说到医学 现在什么时间 值班时间呢 医院是来聊天的吗 兵力整理好了 手比我还粗 简直就是直接伤害 大功告成 大哥 都封好了 明天就可以进了 我先去洗澡了 高阳 我有件事想问问你 什么事 你先坐一下 干吗那么认真啊 怪吓人的 其实吧 是我同事的事 你同事怎么了 我同事 她最近也准备结婚 那么巧 可是 她要结婚的对象 我曾经离过婚 她的父母有多很保守 她一定没和她父母说 她很想说 可 她一直不敢说 因为她的父母 我对她的期望太高了 那你同事也太异响天开了 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 这种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随时都会爆炸 何况这件事情那么大 能瞒得住吗 那怎么办 长同不露短痛 劝你同事啊早点分了 那这 瞒不到 不 不是 我意思是 我的那个同事 费了很多心思 千辛万苦 才追到那个女孩 她是真的真的 非常爱那个女孩 那起码也和她父母说一声 看她父母同不同意啊 她父母肯定不会同意的 而且那个女孩的 子孙心又很强 如果让女孩知道 她的父母反对 肯定不会嫁给她的 离过婚的女人都那么转 你别这么随随便便批评单好吗 你们大反应干吗 我又没说珊珊 没事 没事 要我说 先斩后奏 先结婚 然后赶快生孩子 就像当初珍珠和志伟一样 咱们爸妈也是保守派 到头来还不接纳了 现在不管对着珍珠还相信 还不认得要死 真的能行吗 相信我 有些是要亲戚的领养 大过爱情 拥有你这个地址 真的太幸福了 谢谢 喂 别这样 我这样毫不习惯了 你拯救了一段 激烈破灭的婚姻 让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 买死你了 神经病 你不出点事 是怕对不起你冒失鬼这个名字吗 为什么别人做好事都是皆大欢喜 到你这里 就变成亮了 我也不想这样啊 叫你爱逞强 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女超人啊 拜托你下一次 可不可以不要再把自己弄伤了 小心点 我友情提示一下 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好 绝对不会因为只想道歉 至于他想怎么样 都脑子不清楚 都脑子不清楚 你也不想让自己弄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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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我看看 寄荆人姓康 是那院长夫人送的 妈之前提过 是吗 那快打开看看 这么漂亮的衣服也送人哪 这件好漂亮呀奶奶 又来 快来快来 院长夫人送东西来了 你看这个窗戴 完全可以改成衣服穿 是不是 这件真美 你说这一件啊 给珍珠改了多合适的 她干吗对我这么好 这样收买我 到底是为什么呢 又送东西 又送珍珠健康检查卷 还给我工作 这些都是因为她 抛弃珍珠的补偿吗 那康院长找到小琪这件事 真是碰巧 还是故意安排的呢 你知道我太太是摄不摄急 所以这些水苦对她来说 都是负担的 每隔三年就得到医院 做一次透析 很受罪的 我听说这个肾得了病的人哪 只要是给她换一个肾 好像是什么肾移植手术 她病就好了 您不是院长吗 你在医院就给她换一个呗 红嫂你不懂 没那么简单 首先得有捐赠者 而且这个捐赠者 还得有血缘关系 最好是自己的亲人 或者是孩子 之前妈说 院长夫人娘跟我寄东西 我还有纸收拾的呢 谁知道真的寄来了 这么好 看来院长夫人 是真的像你妈说的 又温柔又善良 好漂亮呀 都放下 你干吗你 你要来的东西 我们都不能碰一下 不能碰 我说就不能碰 我神经病 好 红嫂 看院长您这是 雪瓶要住几天医院 我来拿点衣服 家里也没什么事 打扫干净了 您就可以下班了 我走了啊 对呀 我为什么要辞职啊 要不然这收入 就少一大块了 小琪 来 吃一点粥 吃一点啊 我们吃点菜啊 来 吃菜开胃的 你怎么了 今天怎么这么不乖 吃完了你看 有小丙丙奖励你 来 我们再吃一点 怎么了 不舒服啊 我摸摸 是有点烫哎 光药 小琪不舒服了 奶奶抱 考核室在今天啊 是给丁总监选拔助理 听说是临时出题 不过你放心啦 今天的总监助理呢 肯定是我的 好了好了先不跟你说了 挂了 都快考核了 怎么还在这里啊 十分钟后 来老板办公室 知道了总监 好了 你快回来 小七发烧了 得马上送医院 来 站住啊 你的电话 我刚刚帮你接了一个电话 婆婆 小琪 这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能随便接人电话呢 小琪 是什么人 小白姐 我过来跟你说 有什么不方便的吗 就在这儿说吧 没有 你今天说到底什么事情啊 小白姐 我求求你了 一定要帮我保随这个秘密 让我帮你保密 那我也得知道 是什么样的秘密 我想说是吗 我说我说 公司秘密的时候 我都撒谎了 其实 我结婚了也有小孩 天哪 你竟然把全公司的人都给欺骗了 我知道我错了 你知道老板最恨的是什么吗 我知道 知道就好 老板最恨的就是别人骗了 珍珠 你最好的下场呢 就是被开除了 小白姐 我求求你了 你帮帮我 一定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这种工作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我求你了 你 你让我替你做什么都行 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啊 做什么都行 小白姐 要答应我 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 就算通过考核 我怎么放心把任务交给你们 真对不起 总监 是珍珠她 临时有事情请我帮忙 是我的原因 对不起 没关系了 还好了 才一分钟而已嘛 这一次内部的考核 是为了丁总监 替她选拔一个特别的助理 待遇将等同公司里的初级设计师 但是呢 工作就由丁总监来分配给大家 对于一个想提升业务水平的人来说 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地把握 现在开始 你们这次的考题是设计概念图 用我手上的这款面料做基础 设计一款适合职场女性的当季女装 你们除了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之外 设计思路 新颖度 实穿度 舒适度 都是考量的标准 其中 让人眼前一亮的设计 最重要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开始吧 现在计时开始 这一切一定要认我提前完成 这一切一定要认我提前完成 你吃饭了 吃饭了 喂 妈 想吃你的红烧蹄胖了 今天我去下午下班 买点食材回给你做好不好 妈 你别着急 我想这时间珍珠一定是在忙 我马上回来帮你 你等我 时间到了 你们画好了吗 这个吧 这个比较有匠心 你觉得呢 对 从巡场中逐入匠心 是设计师的天纸 而不是隋大六的复制街头流行 这款圣筒 就这一款 那我可以宣布结果了吗 经过这次考核 我们一致认为 能够成为设计总监 特别助理的人是小白 谢谢康总 谢谢张总 谢谢丁总监 我会继续努力的 从现在起呢 你的薪水可以提升一档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跟随丁总监 他会重点栽培你 而且也可以参加我们公司的 核心设计 好 珍珠 不要灰心 继续努力 今天考核就全部结束了 你们去忙吧 说实话 这一次的结果真的令我有点意外 意外 每次阿姨啊 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本来是看好珍珠的吗 是的 因为珍珠我对她 还稍微有点印象 我知道她非常非常喜欢 设计这个职业 所以她才会这么地用心 这么地努力 但是她明明知道要考核 她应该是很专心的 为什么会今天画出这个结果 太让我失望了 那这个很难说 有一些人就是口是心非嘛 谁知道啊 单从设计图来看 这两个创作者的态度 根本不一样 你看 这个花裙 根本就是街头山寨版照搬的 一点心思都不懂 好了 我们就不谈这些了 讲讲下一季的新品设计吧 小琪退伤了 那我就放心了 妈 我现在还回不去 我知道 我知道 妈 你辛苦了 谢谢妈 真是辛苦你了 小琪的妈 一边要考试 一边还要惦记着自己的孩子 会不会太累了点了 像你这样的人生 还真是精彩啊 婚姻 孩子 整个公司被你骗得团团转 你老公做什么的呀 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什么点 小白姐 我到底还想怎么样 师姐搞意写上了你的名字 特别助理的位子 我也不跟你争了 你为什么总揪着我过不去呢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曾默默相干 谁在了度我新鲜 你何时出现 相信有缘的人会相见 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地点 相信相爱的人会遇见 不管这需要多久多远 相信只需要耐心一点 耐心一点 有缘的人会得偿所愿 相信只需要苍亮双眼 有爱的人不需要欲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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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